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分开列 人和大学列一个表 人和什么系再列一个 大学和什么系再列一个 哎呀 但是好麻烦啊 对呀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把三个表格变到一个表格里呢 你想 你不是还差人和什么系吗 右边用不了了 你可以用哪啊 左边 对不对 来 我们列个表格 查一看 比如说甲 乙 北大 清华 理工 物理 化学 数学 同样的 你就把它看成两个表格 那接着就要看条件了 第一 甲不在北大 好 打个叉子 二 乙不在清华 打个叉子 三 在北大的不学数学 在北大的不学数学 我现在还不知道谁在北大呢 对不对 对 这个条件暂存着 在清华的学物理 我也不知道谁在清华呀 对吧 接着 五 乙不学化学 乙不学化学 好 根据以上条件判断 它是哪个学校哪个系 用了半天 我一共才打了三个叉子 是啊 还差很多呢 对吧 嗯 别着急 接着读 来 第一个 第二个 用不上了 对吧 对 在北大的不学数学 在北大的不学数学 那不在北 肯定学数学的是不在北大 对不对 嗯 别着急 在清华的学物理 那说明什么 在清华的学物理 那你要不在清华呢 哦 你就不学物理呗 谁不在清华呀 啊 那已不学物理 已不在清华 所以已不学物理 那已不学物理呢 你说已 我只能学数学了 已就只能学数学了 对不对 嗯 接着再看 还能什么呢 还有哪个条件没有用啊 在北大的不学数学 在北大的不学数学 而已学的是数学 那说明 那他不在北大 已不在北大 那就只能在理工了 已就只能在理工 而同样的 那丙在北大 丙就只能在北大了 那么 那甲就在清华 好 现在三个人在哪个学校 是不是都确定了 嗯 甲在清华 已在理工 丙在北大 那学什么 现在还没有 哪里仔细读 还有哪个条件 能用呢 在清华的学物理呢 谁在清华呀 甲呀 甲在清华 所以甲学的是 物理 所以丙学化学 所以丙学的是 化学 那就出来了 甲在清华学物理 已在理工学数学 并在北大学化学 OK 解决了 而这道题啊 同学们会发现 它对于我们来讲 它的困难就在于 一个人不止具有一种属性了 对不对 而我们的办法呢 就是每个人的两个属性 可以分开给它列表 一个列在右边 一个列在左边 既分开又统一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非常容易的 能够找到 它们之间的联系了 好了 第二枚炸弹拆除了